奥地利冒险家波加纳星期天成功挑战人体极限 从距离地表39,000公尺的高度跳伞 经过4分20秒后成功降落在指定的降落点 不但跳伞高度打破世界纪录 它下降的最高时速也达到1342公里 成功突破1.24倍音速成为史上第一人 奥地利冒险家波加纳在距离地面39公里高空的平流层冒死一跃 打破了最高热气球、最高跳伞、最高速度三项世界纪录 超过每小时1100公里的高速突破了音速 这位43岁的冒险家在容量为85万立方公尺的热气球上 打破了美国传奇飞行员查克·耶格尔在65年前的速度纪录 波加纳安全降落之后 举高双臂摆出胜利的手势 约10分钟后离开 新航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